荧幕初吻给出去了算吗 就是男友力爆满的这种初吻 原来那是他荧幕初吻 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荧幕初吻是十年前 何金宝 没事 这个夏天最浪漫的事 无非就是把那个荧幕初吻给出去了 你问的这些 要是但凡有一个没有 你觉得有人看这句 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赖环琳 在爱情应该有的样子里面 饰演的是徐光熙 神剧亮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贝宾 聊聊你们两个人和彼此合作前后的反差吧 我一开始就是在跑男认识小赖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外放的人 而这次拍戏发现 其实原来她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小青年 看看小书 我在跑来认识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可能比我小五六岁吧 然后在跟她一起拍戏的时候 搜了一下 原来她比我小一轮 姐姐反差 好好笑 坐姿 反差 坐姿 坐姿 她如果穿裤子的话 她会比男的更男的 就她可能就这么 要呗 然后就滑水鸡就这样 剧中有没有让你们不自觉就会脸红的片段呢 有吗 有 你先回答吧 有 我想想我想想 肉麻的胎子太多了 撒糖的情节也很多 到底挑哪一段是最呢 我想想一想 可能露营就房车里边有一场戏是 本来应该要发生点什么 结果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所以其实这一层关系对姐姐来说是挺犹豫的 我能不能跟我弟弟在一起 她趴把我拉过来说 我也不想当弟弟 作为易可和光夕要拍一组情侣大片的话 你们最想尝试什么呢 情侣大片就在水里的吧 水里可以啊 我想那我们两个可以就是穿校服 穿校服是像的 我穿校服就有点 像老师 没毛病 想对未来那些和你们谈的剧迷们说点什么呢 想要什么味的 就现场制作了 谢谢你们的喜欢 记得冲会员 如果聚集上线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会员 会给对方发微信说什么呢 我会跟他说 赶紧冲啊 别这么口啊 如果我发给你说我没有爱奇艺会员 你会怎么发 你要包年还包月呢 包年 包年 这什么 这是会员卡 还真是包年了 真的包年的 神剧亮 谢谢神剧亮了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克神剧亮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 或散门尔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back 爱奇艺电视剧